法欧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此来打满看股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1年9月7日8点35分 我们今天主要说一说三只股票 一个是CRM、TGMAX和Bestback 今天稍微晚了一点 原因就是我去做了一个UXY的早盘交易 早先我是挂的20块9毛1再去加仓 大家都知道我手里持有了一小部分 仓位的UXY不到5% 现在我想给它加到7%到8之间 就做了一个提前挂单 但提前挂单早盘的盘前交易 在4点多钟的时候 是达到了我的目标价了 结果我的账户大家也都知道 基本是7点钟才能交易 因为TDMR税的只有7点钟之后才能交易 它没有给我成交 只有我的微牛小账户给成交了 就是专门做期权的账户 有那么15万左右 它其中成交力部分去买入UXY 在20块9毛3 它最低是到20块8毛7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表 大家可以看就是在这里 是吧 它在20块 最低是达到了20块8毛7 实际上那块你不见得能买着 我反正挂的是20块9毛3 成交了 但是我的TDMR trade一直没有成交 后来我就给它提高到20块9毛9 也没有成交 直到提高到21块03分 在这才成交完成 我现在逐渐的是在空头这块 要加大我的仓位了 至于它现在能不能跌 我还看不出来 也没准9点钟以后 直接又有一波拉升 因为这周的变数很大 为什么呢 今天是鲍威尔可能会被提名 就在这两天 也不见得是今天 会被提名 是不是能够连任美联储主席 如果他不连任 这块咱们不知道 现在各种消息指向是他能连任 但是他到底能不能连任 咱们不清楚 这事只有拜登清楚 如果他不连任 那么换一个美联储主席 是换一个更 歌的还是更鹰的 咱就不知道了 所以说这里头变数比较大 各种 东西综合起来 我觉得适当的加一点空头仓位 是有必要的 如果您要不是像我这种 就是想贪点小便宜的 我觉得您就是尽量的降低 多头仓位就好了 没有必要再去加空头 现在还看不出来空头的明确方向 那么从UVXY来看 现在也就是一个15分钟级别的低倍率 也就是说能够交易半天最多 也就是交易一天的情况 而从小时来说 他现在在这是一个横盘状态 我们没有必要去冒更大的钱 大家也注意 我说的我的仓位是多少 也就是7%到8 现在我是5% 我也就加到了7% 那么说完UVXY 咱们再说说大盘的情况 从大盘来说的话 今天早盘的时候 有一个拉升 大家都知道 我是最不喜欢这种早盘 网上升拉硬拽的 这结果 大家可以看 这升拉硬拽了一下 这都下来了 但是这个下来 不见得它是要走三浪结构 它如果要是下来走三浪结构 我UVXY我刚才就多加了 它不见得是要走成这样 看着这个图形 不像是要走三浪 这个图形 有点像要走底被离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UVXY没敢多加 它有可能在这 也就是标普股指期货的 4530年附近 做第二个底 它再起来 那就变成一个打底了 这样的话 要导致小时限金差的话 那UVXY还在往下出流 所以我就没有敢去多加它 这是跟大家说一下大盘的情况 咱们说完大盘 主要今天咱说说这三只股票 CRM是我一直持股的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明确说 我在昨天 也就是上一个交易日 已经把它大部分止盈了 大家注意 这一块CRM出现了三只乌鸦 然后这块又出现了一个流行线 同时我们可以看 这个三只乌鸦的时候 头一个流行线 是放出大量来了 这块又一个流行线 这个流行线还不错 没有出现大成交量 那么正好在这出现一个反弹 那么我在这个反弹当中 就给它做了一个大部分指令 我减掉了七成 七点多 因为我减了一个整数 七点多成的一个仓位 只留了两成 为什么大家要注意 它现在小时线明显的 这块看动能 已经明显减弱了 从4小时来看 现在有要金叉的 可能那么水上金叉 它应该能够往上再努一下 努一下能不能超过前期高点 我现在表示怀疑 而金叉绝对不会 超过前期的这两个顶 这是一个顶两个顶 这是金叉之后就面临着死叉 那么ABC三个顶背离 是特别特别标准的顶背离 这种顶背离 一定意味着日线级别的回彩 那么日线级别的回彩 在哪呢 那就应该是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区间 大家可以看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恰恰是 它一个匪伯纳切的支撑 在这个匪伯纳切的支撑 也就是240到250之间 那我们就 你要不愿意说接触这个傻数吗 您就在245这块 我再去重新建仓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我们再来看 这个顾比均线 日线级别的支撑 也恰恰是在这个 253这个位置 那么各种指标现在都指向 它现在有必要做一个技术性修正 在这种技术性修正 我们也要注意 这块大家注意 它没有完全死绝 而且你看 它如果往上延伸的话 有可能出现老丫头 不排除它往上冲 不排除往上冲怎么办 您就手里倒留一些仓位 根据您自己的风险程度 像我这种是处于低口又饱 那么我就留少部分仓位 就留了三成 卖掉七成 我就等着回来 我再接 如果您是一个承受能力比较强的 您可以减三成 留七成 反正我觉得这块是得减点仓 最主要的原因 这块给大家一个评书 这是我对于它的一个分析 就是在业绩报喜后 因为这个Salesforce 它业绩报喜了 报喜了之后 应该是连续拉升 结果拉升当中出现了三只乌鸦的形态 这就不好了 而且机构现在给出来的消息非常混乱 各个元报 我读了24家的元报 24家的元报 基本上他们的平均 我这是给的一个平均目标价 他们都提高了他们的CRM的平均目标价 目标价由原来的275都提高到2827 提高了15块钱 等于是提高了5%的目标价 但是消息面非常混乱 都遭到了降级 原来都是买入或强力买入评级 现在基本上无一例外的改为持有评级了 这块就让人比较别扭 对吧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目标价是可能能达到的 因为机构给出来的目标价 基本上都是6到12个月的 也就是一个中线偏长的目标价 那么他们给的这个评级呢 基本上都是中线偏短的 是3到6个月的一个评级 那么3到6个月评级当中 给了一个降低的情况 那么会不会就出现 在这回踩一下250 然后呢 再往上再涨 再涨到这个280 7285也好 咱们就说这块正好是又是一个 肥肤那些的一支撑 那在这一块 它再涨出这么一个幅度来 有一个12%到15的涨幅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在这里选择了一个 减仓 这是我手里的本身有的票 那么再说说我手里没有票 最近发现的两个票 一个是TGMax 一个SpiceBuy TGMax它旗下呢 有TGMax 这大家都知道 Rumasho Homegoose 然后还有就是HomeSense 这些公司 除了这个Sera之外 其他的在上季度爆出来的盈利都非常好 虽然在他的股票当中啊 你是看不见这些的分类 但是呢 你可以读他的研报 他有一个分类研报 分类研报当中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公司 就是TGMax Mushel Homegoose 和这个HomeSense 都是经历的 唯独他啊 是还是 没有那个太大的盈利 不是特别好啊 只是一个持平 呃 略有小亏 也不是亏的特别大 而他的美股收益 实现了 环比增长 也就是比上一个季度 增长了36% 比上年 那增长的就多了 比上年增长了500%多 因为去年疫情嘛 整个封锁了 大家可以看啊 这块是他的美股收益 比上年增长 但是去年比啊 你就不太合理啊 我觉得因为去年属于非常特殊的情况 而我们看他技术图形上来说呢 现在出现了低7 那么一旦出现低9 我觉得呢 应该是 在这里 成本密集区 出现这个低9 就是在这个区间 再往下还有 还有一定的跌幅 在这我认为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建仓的区间 更合适的呢 我觉得呢 应该是在这 那就得看大盘了 如果大盘在这段期间往下跌 能够他跟着一块下来 我们有机会在63左右去接他 那当时是更好 如果要是没有机会的话呢 您可以在这个66 65 我觉得呢 也不是不行 真正的一个强支撑 是在缺口上方的位置 因为呢 我们可以看 他现在呢 这个日线级别的死差之后 这么高 我估计会有一个顶背离的状态 如果在63 65这块去接 那么咱们是做他的一个顶背离 如果要是逐渐建仓 在缺口的位置 我们去接他 那么 就是做他的一个日线级别的 重新二次买点 反弹的二次买点 同时呢 他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TGmax这只股票 他现在提高了这个股票 回购的价格 这块呢 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不过呢 大家也看到了 他前一段有一个大的涨幅 估计是已经把这些 股票回购的价格 已经press in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等等他的回调 另外一只股票呢 就是Best Buy 一般的情况下呢 一到这个感恩节和圣诞节 美国人这爱买电器 特别是会出现一些 像什么电脑啊 之类的打车销售 Best Buy 在前一段冲高回落 现在呢 已经有7%了 大家可以看 他前一段有个冲高 而他现在呢出现的呢 又是一个期待修正的图形 而且呢 把日线的固比金券组已经跌破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呢 我们可以等一等啊 等一等他回调 回调到大约在108左右的位置 我们再去考虑重新的建仓 呃108呢 又恰恰是他这块的一个平台下眼啊 这块呢 我也认为他是一个建仓的 因为我的交易体系呢 不是直接找左侧支撑 而是看右侧的金叉 主要是靠 KDG ISI和MACD 这三组数据的一个组合循环 配合着DMI 去做这个交易系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没有办法去设定左侧 那么左侧呢 我主要是看他的 筹码密基区 那和斐波纳契的支撑 那么在这块呢 大家注意 这块是他一个筹码密基区 和一个真正的支撑点 我们在这去考虑一个建仓 我觉得呢 是风暴比非常合理的 当然了在这呢 从距离来看 日线不见得能下灵轴 也就是我常跟大家说的 他不见得能超升 他不往生的话 我们还得看他底下 那么在这呢 应该是一个建仓位 在这个底下 真正的是一个 加仓位 在这块 就是在100或者98 这个区间 是一个加仓位置 如果他破了94块7毛5 这个前期的低点 那么我们就要迅速止损了 从总体上来看 我不认为百四百具备 止损的需要 从他的业绩表现来看 我们可以看 他环比有一个25%到26左右的一个涨幅 这种涨幅呢 对于这种传统的销售企业来说 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以我不认为呢 他有一个真正的中线止损 如果大家呢 能够有一定承受率 我觉得呢 他在把这个缺口啊 最多了也就是填补一下 依然是会向上的 总体上我还是比较看好 这只股票的长期走势 而且呢前一段大科技啊 已经都涨了一波了 那么现在呢 又开始轮回到周期股 这种板块轮动呢 我们呢 要跟上节奏化 我认为现在呢 在周期股当中 你比如像 Walmart和这个Costco 都已经被炒过一波了 而百四百和TG Max 这两个 比较大的 有专业性销售能力的 连锁店 还没有被大幅炒错过 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买点 当然了 您现在介入 还是刚才咱们说了 正好死差 你去出这眉头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稍微的等一等 只要有一定的耐心 我觉得这只股票呢 我们进去 应当是有一个不错的收益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